五星期间报 代表金钱背后的故事 我是杨士光 我们还是要关注两件事情 从礼拜二到今天礼拜五 就是两件事情 一个人币一个是油价 人币今天的这个债案汇率 再创新低 可是更重要是油价的一个大跌 昨天晚上这个美国纽约 清元油在收盘之后 甚至出现了一个margin code 使得油价在盘后跌幅 甚至再扩大 所以目前的油价迭迭不休 最新价格也要36.5元 那同时在这个周末 要加油的这个观朋友 要稍微留意 因为下礼拜一 台湾的油价 可能会大降价 那这个油价到最新价格 来到三十六块五毛钱 离这个三字头越来越深 那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问题 目前我们看到 包括像新市场的国家 台北股市今天一口就跌了 一百点之多 那另外金砖四国 除了俄罗斯之外 包括了中国 包括了印度 巴西 股价都出现明显的 一个压回跟压力 那边缘国家跌幅更重 甚至这个股汇双杀 把一个南非的财政部长 给震掉了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 这个全球的这个经济跟金融 因为油价崩碟的关系 包括了铁矿砂 过去短短两个月的时间 也出现崩盘 使得很多国家出现巨大的危机 所以油价如何冲进市场 是我们今天第一个关注的 那第二个关注的是 沙特阿博本身也受到油价的 一个大抵 出现越来越多不安的声音 再加上这个王储的位置 使得整个权力分配的问题 慢慢的这个烟消 这个慢慢的浮上台面 我们的烟消云上 是要这个进入国际的压力 那另外沙特阿博在国际的压力 其实也非常大 包括伊朗 包括叙利亚 包括了俄罗斯的角色 所以目前沙特阿博的内优万块 到底有多严重 会如何牵动整个中东局势 以及后续的阿拉伯事件的变化 我们今天请到三位来宾 5期金钱爆 带你了解金钱背后的故事